连环套 夏季 虽然我在公司做了这么多年 但我还不知道一旦传票核准 送到总部后支票需要多久才能开好寄出 接下来的两周 我真正的如坐针毡 每周怀着混杂希望与畏惧的心情去邮局 终于有了 一个薄薄的棕色信封 上面写着极好日用品公司 我的计划成功了 我弄到钱了 我原先的计划是 只要搞到的钱足够还清欠款 立即终止这种勾当 或许假如我按照原计划的话 一切会顺利 不出纰漏 但计划进行的如此顺利 就此罢手 是不是有点傻呢 当然 我一直做手脚 造假船票 骗公司钱 一直到查理叫我去他办公室 晾一堆船票 在办公桌上给我看时 我才发觉 从一开始 造假船票就太愚蠢了 艾伦 你在搞什么鬼 他说 即使沙利没有注意到 我们送出去的船票 比收到的还多 查账员迟早也会查出你的花招来 我茫然的看着他 我不知道什么查账员 当然你不知道 查理说 部门里只有我和沙利两个人知道 不过 一位像你这样背景和经验的人 一定该知道 当公司的费用莫名其妙的超出太多的时候 公司必定会采取措施 找出原因 他话中的真正意义 我事后才领悟出来 但当时 我因为自己的罪行被公司识破 吓得脑子一片茫然 无法思考 主任厌恶地看着我 显然你是不知道 对吧 他摇摇头 老是说 我想公司这些年来多少是钱一点 所以我给你一周时间 让你自动退回那些款子 再向总部报告 假如你能补回的话 我可以向你保证公司不予追究 我缓缓地站起来说声谢谢 然后慢慢地离开 查理叫住我 说当然 你不来上班不会有问题 我会向同事解释 你度假去了 不过把办公室的钥匙留给沙利 我点头 然后退了出去 沙利表情严肃地接过钥匙 说 你也许不会相信 不过我真的感到很难过 我没有办法 是的 我说 你是没有办法 转身时 我心想 至少我还有一周时间 这很重要 一周的时间或许重要 但是你知道 假如你要在压力下 筹一大笔款子 一周是不够的 判决可能会延一次 或许可以再延 这个希望 驱使我在七县道的前一夜 来到查理的家 他住在市郊 一条安静街道的末端 当我站在他家门前按门铃时 我的身体在夜风中颤抖 我听见门铃叮咚声 在里面响着 但屋里却静悄悄的 我再用力按 担心他可能不在家 而我的期限已到 不过门突然打开了 查理瞪着我 我的天呐 Ilan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必须和你谈谈 我说 我不想在办公室谈 查理愁愁着 回头看着屋里 有一会儿 我以为他要给我吃闭门羹 但他却怂怂间 一到一旁 让我走进去 好吧 他说 家里很乱 请不要见怪 他继续大声说着话 领我走进过道 我夫人去看他妹妹 这十天来 我一直一个人生活 他打开走到尽头的一扇门 领我进入一间装饰很好的书房 里面有一个石器的壁炉 里面有烧煤气的圆柱状染管 管子上烧着火 室内温暖如春 壁炉左面有扇门 通往房屋内部 门半开着 另一件事 立刻吸引了我的眼睛 两支玻璃杯 并排放在一张矮茶几上 两支都盛半杯酒 有一支杯子口边 还有口红 这就是为什么 查理会迟迟硬门 和紧张的原因 他这儿有个女人陪他 但不是他太太 当查理看到我的眼神时 他皱了皱眉 好 艾伦 你要谈什么 我需要多一点时间筹钱 我说 再给我一个星期 查理摇头说 这不行 假如你没有钱 再给你一星期 你也不会有 会的 我会有 我急忙补充道 我有些产业 已经找好买主 但是那个买主 也需要时间筹钱 这是骗人的 不论事情如何 多一个星期 总是好的 在那段时间内 我也许可以多发现一些查理和女人的事情 然后要挟查理 不要告发我 现在 他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支雪茄 轻轻轻加在指缝中 抬到胸前 问道 你可以弄到多少 六千 我急切地说 够归还挪用的 还留有 留什么 查理打断我 六千 只是你倒用 你倒用公款的十分之一 哪有这回事 我争辩 极好公司的船票 总共才三千出头 我相信极好公司是那个数目 他说 但是加上你杜赚的康白公司 丁达公司 和其他许多假公司的钱 总计将近七万五千元 我目瞪口呆 很久才吐出一个布子 我的声音软弱无力 其他的那些公司 我完全不知道啊 行了 别否认了 艾伦 查理说 你不是真以为会有人相信你的话吧 我的上帝啊 我早该明白 我倒用的数目 根本不会引人注意 我之所以只做小额款项 就是那个原因 可是你 你不用担惊受怕 因为你把我当作一个替罪的羔羊 所以你才会给我一个星期筹钱 你以为我会逃亡 好让你随心所欲的编造说辞 但事情不会是那样 我要弄得所有人都知道事情真相 够了 查理凶狠地叫道 我真不知道你是什么用心 你自己可能一千年也归还不了那笔钱 竟然还想拖我下水 让我告诉你 你这么做 把我对你的一点灵敏全抹掉了 他用雪茄做了一个强调的手势 你说你一周内能弄到六千元 好极了 你正好可以用那笔钱去请律师 说着 他突然转过身去 将雪茄叼在嘴里 在壁炉上划火柴 他这些话 使我完全失去了控制力 我抓起最近的东西 一支沉重的玻璃烟灰缸 猛地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 查理向前请 碰到壁炉 然后倒下来 一动不动地趴在了地上 有很久 我只是瞪着他 然后我弯腰 拉他离开壁炉 摸摸他是否还有心跳 没有了 我已经失手杀死了他 于是我惊恐 慌乱 转身逃走 我疯狂地驾车回到公寓 但是怎么回到家 一点也不记得 我第一个能连贯记忆的 是站在公寓的房门里 呼吸沉重 疯狂地思考 下一步该怎么办 然而 我知道自己 没有任何办法 即使我没留下指纹 那个藏在门后的女人 也会听到整个的争吵 可能他还看见了我 他会指认我 我没有逃脱之路 只有绝路一条 我没有脱下外套 静直地走进浴室 打开药柜 我取出放在那的安眠药 整瓶差不多还是满的 我倒两片在手里 用一杯水吞下去 然后再倒了两片 却没有勇气再吞了 最后我把药片放回瓶子 走进卧室 合一躺在床上 药片慢慢生效 于是我沉沉入睡 第二天早上 电话声吵醒了我 我十分沮丧的拖着身子 下床接电话 但那不是我预期的警方电话 而是公司总部爱德华打来的 艾伦 他说 感谢上帝 你在家 公司出了大事 我们需要你现在就来公司 我很不愿意打断你的假期 不过 直说吧 查理死了 不知道是意外还是自杀 他书房里有煤气暖炉 不知是煤气开着 没有点火 还是因为什么 或者他划了火柴 总之他家里爆炸起火了 可能我们永远没法搞清楚事故的起因了 他声音停顿 然后又说 有件事你迟早会知道 艾伦 所以我最好先告诉你 查理一直核发汇款给不存在的公司 他知道我们正在找人查账 他也知道一定会被逮到 所以他好像采取了轻生的办法 自杀 我开始发抖 脑中想起自己差点就走上的那条路 我们可以信赖你吗 艾伦 艾德华问 可以 我勉强说 当然可以 好 那么艾伦 我们正在重新考虑 由你担任部门主任 你或许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主管 不过至少你是诚实的 就那方面说 我知道不是一两句话能表达我的谢意的 是的 我说着放下了电话 我几乎不敢相信真的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事情确实发生了 煤气爆炸 消灭了事件发生后的一切证据 现在对传票的是 我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可是为什么查理的女友没有去报案呢 这点让我苦思了一会儿 然后我明白了 这个女人自己可能也是有夫之妇 怕丑闻宣扬 不论是什么原因 她没有出面 由于她没有出面 我的世界突然变得光明起来 我沐浴更衣 心里打定主意 今后不再做假船票这种蠢事了 因为我不可能再有这样的好运了 当我正在打领带的时候 门铃响了 我打完领带结 拉直 然后去开门 查理站在那神秘地微笑着 高举的手指上挂着一串钥匙 那是查理开除我的时候 我交给他的 他说 现在你要回办公室 就需要这些钥匙了 我想亲自给你送过来 省得你自己去要 真的 艾伦 他说 面部的微笑慢慢消失 就一位聪明人而言 你昨晚的举止是愚蠢的 一走了之 就让他那样躺在地板上 我镇定走出门 上锁 我说 你就是昨夜和查理在一起的女人 对 他说 你真幸运 我也在场 我熄灭了那些火 再到厨房设定时钟 定在一小时之后点火 假如我不做这些的话 你现在双手一定是在手铐里 而不是坐在主任的位置 可是 为什么 我说 因为其他的那些假船票 并不是查理做的 我花了三个星期才弄清 你在耍什么花样 然后 嗯 你能做的 我也能做 而且十分安全 因为必要的时候 我可以指着你说是你做的 你呢 你没法证明这件事不是你做的 当然 他现在死了 可怜的查理成了替罪羊 他喘了口气 虽然就某些方面来说实在惋惜 不过他的签字也真是太容易模仿了 还有 他继续说 现在你就要当主任了 你的签字也不难模仿吧 你说呢 好 你 好 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